大家好 在这里我在熊父说一下 还有好多个朋友问过 我很久也不更新视频 现在说一下 就是说 你那个小狗刚买开来 该怎么办 现在是这样的 之前做的那个 什么办法 那个太复杂 现在不用做这样 现在你家可以来 你第一天家来你 喂饭他 喂粥他是保得 第二天马上打疫苗 一般的都是 拿开家放十多天 先打熊 吸熊 然后再打疫苗 这个等时间太小 也很麻烦 有时候你还 还没等到他打熊好 又隔十多天 他有一点问题 你也打疫苗不得 又推死这样不好 我都是拿来 他吃饭都得 哪个不吃饭我都隔得出来 哪个吃饭正想我第二天 我就打疫苗 过后我再吸熊 打疫苗过半个月后 我就打再吸熊 就是这样 这样过了的 煮 经常为什么呢 就是煮饭煮那个粥 大米粥 煮粮是大米 是这样的 其他你想加点什么 你是只能做那个副粮 反正我是大米 米糠 麦夫 还有麦皮 还有那个喀生夫 喀生夫 等于说 大米粥加麦皮 加米糠加喀生夫 就这样 有鱼加鱼 有肉加肉 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喂饲料 什么你技术不够干 你这样不要喂 他大很快问题 他毛病也多 不过你可以加一点吃料 那个不要紧 如果你单喂饲料 这种很麻烦 就是这样喂了 到他长大 基本没什么病 中途有一点毛病 小小 他也自然好 不用药 就自然好 这样喂的 你也不用喂 什么小药 中小药 什么是主用的 他的健康人 为什么那个狗病 那么多 就是这样 经常喂食 那个料不好 他都马上有病 你喂的好 合适的 他根本都不发病过 有一点毛病 他自身的免疫力很强 他自己 自己可以治好 不用人去 去帮他用药什么 打针什么 不用 所以养狗 你 这方法对了呢 已经养得很 很容易很简单 方法不对 那麻烦了 三天两头 都发病了什么 搞得你累的很 又开很多药权 那个药费也不好 可能只得一半一半的死掉了 有时候也治得 百分之八十 有时候治得百分之三十 也有 不管你用什么药 可能到时候发病了 你大批发病 你就知道 大部分的治得一半 百分之五十六十这样 都省持一半 所以很麻烦 只有你经常喂食啊 什么 预防啊 管理好的 他没有发病过 最好这样 要不然 一旦发病啊 你 什么药都不灵了 那时候 搞得人的心 烦烦的都想 一下子都退休 不想养狗 养得好的 你 就很 越养 越 越高兴 养不好 越养越烦 现在这匹狗 准备拿出去 很长时间都没有更新视频 工作太忙 这个狗是这样的 经常 你 为那个白粥啊 卖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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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鱼啊 有肉啊 都加进去就得 不用 放什么药 进上海 打松就得 这些种 要是你搞得太复杂了 这只狗 不够胖啊 不够肥 太瘦了 很多朋友呢 一匹进几百个狗 这个我都不敢做 最好于是进了二十个这样 养大了有十多斤了 再进一匹这样最好 要不然一旦它有毛病啊 你烦的呢 等一下你长蛇呢 拉到现身去卖 这里 这里还有鸡汁十多斤呢 现在白粥都没有 要放了 不死了 来,看这几个小狗 长得很好,这几个小狗 很多朋友说为什么种小药 其实你喂那个麦皮 那个麦皮最好的中小药是那个 之前我也想麦皮太贵 买那个中小药,想放一点 成本低一点,那不行 还是麦皮最好 麦皮是最好的良药 精三味,三三味 它就好得很 也不用去找那个什么种小药 那么多,那么累 好多人跟他讲他也不相信 反正你不信就不信 你相信你就这样做,你不相信就没办法 你买中小药也得,反正 都有效的 反正我是,现在我不喂中小药 之前也喂过四个一下 喂来喂去,有时候那个药味太浓 为什么他也不死 还是为那个麦皮是最好的 最好的良药就是麦皮 麦皮 喝酒 喝酒 喝酒